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京温度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多少度呢 我相信大家也已经猜到了 这也达到零上四十度 当时零上四十度的时候我在北京 零下四十度的时候我在东北 有的同学说你还挺倒霉的 嗯 是挺倒霉的 零下四十度的时候真的是特别冷 有种说法说你吐一口痛磨 当痛磨没有落在地上你就变成冰了 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差不多 我们当时出去的时候啊 嗯 整个上面戴帽子 下面戴雷巾只露两个眼睛 嗯 虽然只露两个眼睛 但是呢由于呼吸有蒸气 这蒸气呢 运了 马上呢就在睫毛上面形成一层霜 所以进屋呢整个眉毛啊 还有这个这个这个 呃 胡子啊什么的 基本上还有那个围巾啊 上面都是一层白白的霜 这是它零上四十度的时候呢 我在北京真的是特别热啊 那时候空气啊 整个吃穿的那个风都是热的 感觉呢自己像在烤箱里 跟桑拿一样 那不知道大家呀想过没有 不管周围的环境是零上四十度 还是零下四十度 我的体温始终在三十七度左右 上下会有一个变化 但是呢变化不会太大 一般的不会超过一度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比较坚强吗 肯定不是 是吧 那是因为啊 我们人他要生活在一个大的外部环境中 同时我们人呢 还有自己细胞生活的一个小环境 这个小环境叫什么 这个小环境呢叫做内环境 就是我们今天所介绍的第一问题 内环境 在讲内环境之前 先给大家介绍一个背景 我们人啊 这样的高等生物 它呢 体内细胞所生活的一个环境 叫内环境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生物 都有内环境的 举一个经典的例子 比如说曹李虫 曹李虫呢 长相写点那个吧 曹李虫本身啊 它是单细胞的生物 那么他生活的大环境 就是他的环境 他呢 能跟外界之间 那个环境直接进行物质 他的交换 进行物质 他的交流 但是我们人不是 我们人呢 绝大多数细胞 他要生活在一个自己的小环境中 叫做内环境 那首先呢 我们关于内环境呢 大家要清楚 他的第一 就是什么叫做内环境 我先给大家写 然后啊 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内环境呢 也叫细胞外液 细胞外液 就是内环境 那什么叫细胞外液呢 在讲细胞外液之前 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概念 叫体液 叫体液 咱们在必修医啊 讲过 我们人啊 一个正常的成年的男士 别说我 一个标准的正常的成年的男士 他的含水量呢 可以达到65%左右 那什么叫体液呢 体内所有与水为基础的液体 就叫体液 这个体液呢 所有与水为基础的液体啊 它呢 配分两部分 一部分啊 在细胞里面 被称为 细胞内液 就是细胞内的液体成分 叫做细胞内液 有一部分呢 在细胞外面 被称为 细胞 外液 嗯 什么意思 我来解释一下 是这样的 假如说啊 我们把一个人 送切 把一个人送切啊 我们 看那个 就一个人 中切以后 看那个 中切面 中切 特别残忍 古代有一种特别 残忍的刑法 叫做腰斩 把一个人拦腰截断了 细胞内液还活着 但自己的血呢 在地上写了七个大字 惨 惨 咱别管它 惨是不惨 要是把一个人 横截了 横截以后啊 我们看那个 横截面的话 如果画的模式 画一点 它呢 应该是两个圈 其中呢 一个圈 是它的凶化道 对吧 另一个圈呢 是它的组的细胞 那个 那么 大家要知道啊 对于人体来说 人体的细胞呢 它呀 一个爱一个 细胞和细胞之间 不是仅仅 粘在一起的 细胞和细胞之间 是有缝隙的 是有填充物的 比如说里面 有些年龄蛋白啊 胶元蛋白啊 等等 对吧 那么什么 叫做细胞内液呢 细胞里面的液体 叫做细胞 内液 细胞内的液体 叫做细胞内液 什么叫细胞外液呢 在细胞外面 位于细胞和细胞之间 这个叫啥呢 这个叫细胞 外液 其中 大家要知道啊 外液啊 它呢 大约占 体液 总体系的 三分之一左右 而内液呢 大约占 总体系的 三分之二左右 也就是说 内液啊 占绝大多数 外液呢 是少数 啊 那什么叫内环境呢 内环境 是指我们体内细胞 直接生活的环境 如果是我们体内细胞 直接生活的环境 那指的应该是啥呀 那指的应该是 应该是细胞外液 对吧 细胞 直接生活的环境 应该是细胞外液 所以大家要知道 内环境 指的是细胞外液 而不是细胞内液 千万别记反了啊 内环境 就是细胞外液 细胞外液 就是内环境 这个大家得清楚 咱们这儿啊 能够出什么样的题呢 它呀 特别容易 给你一堆东西 然后问你 这个东西 它属不属于内环境 或者说呢 这个东西啊 它是不是存在于内环境中 呃 那咱们判断 一个东西 它是不是内环境呢 有两个标准 给你一堆东西